可以叫嗎 怎麼拍 露 露 好露 爸爸 耶 爸爸 爸爸 耶 做好 爸爸做好 他要說什麼 訂閱 喔 訂閱喔 那訂閱誰 嗯 好 訂閱媽媽 哥哥要訂閱喔 不用喔 不用 嫌自己訂閱太多了嗎 真的耶 大家好 我是立北 今天呢我想要來教大家做紅燒牛肉湯 因為我覺得紅燒牛肉湯在我們家是還蠻常出現的一道料理 因為覺得很方便 你加白麵條就變牛肉麵 那你加水餃就變牛肉湯餃 那或者是你加點太白粉混一混 然後拌飯就變牛肉燴飯 煮完之後呢我都會把它弄成一小盒一小盒冰在冰箱 然後想吃就是大概我們兩人份 真的非常方便 現在就來教大家怎麼做 牛肉條 洋蔥 白蘿蔔 紅蘿蔔 然後醬料有 番茄醬 豆瓣醬 醬油膏 醬油 先把洋蔥 紅蘿蔔跟白蘿蔔切塊 牛肉條呢也是把它切成一塊一塊 你要用牛肉條或是牛奶 都可以 那因為我們比較喜歡吃那種肥肥油油的口感 所以我們家的話都是用那個牛肉條 就先用奶油 把洋蔥炒香 煮到洋蔥有一點透明之後就可以倒牛肉進去 煮到快熟之後就可以倒醬油 醬油 醬油稍微炒一下就可以加水 加完水之後就可以加放那個紅蘿蔔跟白蘿蔔進去 然後再加一點醬油膏 番茄醬 然後豆瓣醬 那如果愛吃辣的就可以加一點那種辣油 大概炖煮三十兩三個小時左右 如果蘿蔔跟肉都軟了 就差不多可以了 那就煮一點白麵 然後加一點青菜 然後搖湯進去 這樣就可以上菜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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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們想來一點二伯煮的 二伯煮的牛肉麵 冰冬 來上菜囉 來來來來 這算是我們的副業啦 好不好 里北牛肉麵 這真的是業配喔 超香 超香耶 如果我們不拍片 可能可以賣牛肉麵 吃看看吃看 這個我常吃啦 你們吃看看 我先喝湯 來來先喝這個湯頭怎麼樣 好 對我們不要做效果 效果不用做 很濃耶 很濃嗎 很濃 這真的我覺得很清淡 真的嗎 因為你那個有麵阿 泡太久 牛肉 這個牛肉會讚 你不要 沒有沒有誇張 牛肉 牛肉可以 牛肉可以啊 在外面很難吃到這麼嫩的牛肉耶 我覺得這一碗可以賣 多少 多少 我覺得他賣230到250都還高 太大了 你們價值觀偏差 沒有 但我必須說 沒有吃過會不是它的價值 吃了就會知道它的價值 沒有 因為你這個肉一吃 你就跟外面那個 不一樣 就那種一般 這我們用牛肉條 真的讚 真的讚 這牛肉完全大勝耶 這整碗硬要說只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太少了 啊 這個很會 這個很好吃 好吃到鹹少 真的很好吃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可以賣喔 真的 紅蘿蔔都好吃 紅蘿蔔也很好吃 你平常應該不敢吃紅蘿蔔吧 我沒有很喜歡 我比較喜歡吃白蘿蔔 我也是 可以嗎 一碗湯多少 一碗湯 一碗湯大概也差不多180吧 一百 喔喔喔 一百八 那些人都價值觀偏差 外面賣180的大概會這麼大碗 然後會很多肉 喔喔 我們肉可以再多一點 這小碗的也許90 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還有菜跟蘿蔔 其實它營養非常均衡啊 yes 太好了 我們有副業了 耶 耶 以後如果我們開那個禮杯牛肉麵店 記得來高官喔 再來喔 我覺得比玩具麵店 玩具店 有搞的喔 真的這樣煮一鍋的牛肉大概300塊 300塊的牛肉可以煮一整鍋 太棒了 好了收錢了 180 230啊 我覺得比那個圓環那個 錢拿來啦 吃八王餐喔 我還沒吃完 你有沒有還有提供員工餐喔 我還沒吃完 我還沒吃完 我們先結帳 先結帳 你剛剛喝180 230啊 拿來啊 拿來啊 是 1 誰 感谢观看